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8年1月期间,在加拿大不同的城市,有多间圣堂都人头涌涌,逼得水舍不通。 特地安排早上班,可以接触到一个这么重要的圣人。 我们有特别的理由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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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在多伦多西面,墨西沙加市的这间圣堂,一日之内总共吸引了超过一万三千人来。 那些人排队轮候超过了一个小时,为的只是近距离这位圣人的右手。 这位圣人的右手,在加拿大进行了一个月的巡回之旅。 原来不只是明星才有这样的吸引力,圣人都可以吸引这么多人。 原来吗? 为什么要有人把身体移除了? 我认为一个人是很瘦的, 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它是两个人可以看到, 而且它可以转移到世界上, 让大家看到。 我真的觉得我认为一个朋友, 我认为他到新城市, 我认为一个朋友的朋友 给他人的朋友, 我希望他认为他。 聖Francis Xavier,聖方祭國沙蜜略是誰? 而一手一腳主辦這次聖毒之類的又是甚麼人? 為何他們會這麼熱愛這位聖人? 2018年1月13日,在多倫多西面的密西沙加市 這間以聖方祭國沙蜜略為主堡的聖堂裡 由朝到晚都人山人海 晚飯時間過後,來敬禮聖毒的人潮反而更洶湧 排隊的人龍佈滿聖堂的大堂和禮堂 為何我願意待? 因為這是一個生命的機會 一個450年紀錄像是我們每天都看見的 另外,我為我為聖人 這意味著聖方祭國沙蜜略為主堡 這意味著聖方祭國沙蜜略為主堡 聖方祭國沙蜜略為主堡 聖方祭國沙蜜略為主堡 排隊的人當中,有不少是來自印度果雅的移民 他們都對聖方祭國沙蜜略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因為聖人的遺體就是安葬在果雅 而聖人的尖禮更加是當地的公眾假期 聖方祭周 chaos 聖方祭 Dragons 祖宗 聖方祭 聖 Gospel 聖湾 聖人 聖方祭 2018年1月24日 圣人的圣毒来到温哥华的一个华人堂区 天主教圣方祭堂 这次是堂区第一次有圣人的一级圣毒到访 能够亲身和堂区的主保圣人接触 都令大家非常兴奋 很开心可能从来都没有这么多人 一起聚集 在这个堂区朝早7点到现在 现在是9点了 我们仍然到11点 所以 个心 实在今天很累 但是 个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种热火 在这里 圣方祭的热火 给我们 都是同教人在一起 我们想方法 找一条路 给我们一起 福前 好像圣方祭一样 今天这次来到这个圣堂 我就非常感恩 因为他的希望是去中国 但最后的没有进去 然后到现在的时候 这么多中国人来敬礼他 来感谢他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圣堂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是华人堂区 真正的满足了他自己的心愿 所以这是我很感恩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一位几百年前的圣人的右手 展示这么大的热情呢 一切就要由圣方祭国沙物略的生平开始讲起 圣方祭国沙物略 他是西班牙人 他家的背景都可以说是贵族背景 但其实他家都不是很富有 他最出名的是他在巴黎读大学 读书都算是这样 他很喜欢做运动 他很喜欢做运动 他在传说中 他是巴黎 跳高 是最好的一个 他很喜欢做运动 很多个人会很喜欢工作 很喜欢拍摄 很喜欢玩 想会学习 他 가 best to do 他在一边做 do 他会做出什么 他会做出对の 他们会做出ちょっと 最组的事件 那就是他的太后 克力orden区 定习了rett 中国结果 人 retreat 了读习委ぎ 他们说,他会为列厂 神秘兰的人 职就会 准备了的这样 而为개组大然后 失世气 这件语言 他被他的同房的朋友影響了 他這幾位朋友的生平 他們很活生的見證 這幾個真是好人 原來天主真的可以在他們身上 原來天主真的可以在他們身上 做到那麼多事情 和做到那麼多事情 可以改變到一個人 改變到一個人 令他們變成自己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無足 對這個世界的改觀 想這個世界更加好 聖伊納爵都用了好幾年 才可以reach out 到聖方製三物略國 1534年8月15日 聖伊納爵羅耀拉 連同包括聖方製國 三物略在內的六位巴黎大學同學 共同創辦了耶穌會 他們願意接受教會派遣 去到任何地方殉教 Saint Francis Xavier was asked by his best friend St. Ignatius of Loyola to replace someone who was supposed to go to the Indies, who grew sick. He actually found out that he was going off to Asia the night before. When St. Ignatius asked him to go, and within a few hours he packed up and he was ready to hop on the boat and set sail for India. But he was able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today we saw his hand in his hand, he used it for over the 10,000,000 people to use it. In 1541-1552, St. Ignatius of Loyola to many other places, including India, Malaysia,印尼, and Japan. 據估計,聖方祭閣在11年的傳教生涯裡面, 海路和陸路加起來, 行程超過45,000公里, 他也因此被譽為繼聖保祿之後最偉大的傳教士, 亦被教會公認為傳教主保, 身為歐洲人要遠赴亞洲傳教, 聖方祭閣要克服很多障礙。 當他在亞洲傳教時, 語言並不是他的強項, 我想這是其中一個他在傳教當時遇到的困難之一。 我想另一個困難就是不夠人, 經常都不夠人, 所以真的做死他, 做得挺辛苦。 在他的日記中, 他說他每天忙到不可以睡覺, 要教導那些小朋友有關祈禱, 教導那些大人有關教理, 以及不斷不斷地為很多人領洗。 他要去明白一個跟他自己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一個社會, 這個其實都挺大的挑戰, 他不可以一去到就想著我這班人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應該怎樣傳教, 他真的要用時間花心機去了解這個社會, 去了解這個文化, 才去想清楚, 我應該怎樣傳服那麼好呢? 其實這是很大的挑戰。 聖方濟閣在1549年去到日本傳教, 當他發現日本文化源自中國之後, 就萌生去中國傳教的念頭。 可惜的是, 他不能夠達成這個心願。 1552年12月3日, 他死在距離中國大陸只有14公里的上川島, 享年46歲。 這位聖人其實傳福音傳到, 差不多傳到中國了, 看到有他善人的努力, 福音才傳到我們香港, 或者亞洲這邊的福音才能傳得這麼好。 所以, 雖然他未去到中國人的地方做到什麼, 但是, 這個都是他的心意, 他的願望, 他想傳到福音進去, 在中國人到今天為止, 都是很敬重, 亦都是覺得很親切, 讓我們知道, 教會有這個聖者想來到我們當中。 聖方濟國雖然在465年前死去, 但他的身體並沒有像普通人般扛紐。 所以, 沒有香氣,沒有補充 聖芳製葛的遺體被運送到馬來西亞 安放在一個簡單的棺木 埋葬在泥土裡一年半後 他的遺體被送到印度 作為永久的安葬地 當他的遺體再次被發掘出來時 仍然沒有絲毫味道,也沒有腐朽 我們會說,他不太壞 但他在那些天不是他人 因為他在那些天 他只是乾淨 我們會說,他只是乾淨 但他肯定不是一般的滅 在教會的歷史裡 雖然很多聖人都跟我們一樣 死了之後都會腐朽 但其實有很多聖人 很奇蹟地,他們死了之後 我們的鞋骨是沒有腐朽的 最出名的其中之一 就是今天這個聖芳製葬 這個不腐朽,讓我們看到 我們的其中一個教條 就是相信最終我們升到天堂 最終耶穌的光榮降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肉身的復活 提醒我們,我們的肉身 是真的會被聖化 天主在不可見的 他的恩寵 是有實質可見的改變 改變我們的身軀 改變我們的萬物 這個提醒我們 這是最終我們的目標 一些人可能會想 要表揚聖人的得行和貢獻 但可以宣講他的生平事跡 為什麼天主教會 會有敬禮聖讀的傳統呢? 天主教的信仰不是在思想上的 不是純粹是無形之中的 天主教的核心 我們是降生成人的耶穌 所以我們的肉區可見的創造天主 一切在受造物當中 是為我們來說很重要的 為我們來說 因為天主藉著耶穌的降臨 他將天主性的 和人性的 和萬物之中的東西結合了 讓祂知道祂是活起可見 可扭壞當中去聖化祂的 早期教會 特別是一世紀的羅馬教會 受迫害的時候 殉道者都被埋葬在地下冒穴 而基督徒為了要逃避追捕 會在地下冒穴聖人的鞋骨上面 舉行彌撒 久而久之 教會開始了一個習慣 將聖人的聖讀埋在祭台裡面 這個就變成一個傳統 就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彌撒 我們的祈禱是和這些聖人一起 這些聖人提醒我們 我們的目標在天上 不是在地上的世物 亦都提醒我們 上面有我們 一些和天主很親切的聖人 和我們一起祈禱 他的聖讀 就變成了 進入天上的大家庭 一個很重要的窗 一個門 一個途徑 一個很親切的 和他們交流的方法 那個聖人 Carrminute is a reminder of the saint who is, of course, in heaven and he intercedes for us. A very strong reminder of his heavenly presence, that he was once with us on earth, and it's particularly moving that this relic is a relic of the arm that baptized so many people. So it should tell us that in our lives, we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bringing people to baptism. 这是真正的意义 圣方制各三物略的遗体 被安葬在印度广亚的慈悲耶稣大殿 而圣人的右手就安放在罗马的耶稣圣明堂 也即是耶稣会的母堂里 这次能够在加拿大展开为期一个月的 圣方制各圣读巡回之旅 传来Catholic Christian Outreach 这个团体的努力 以及耶稣会与厄太华总主教协助 Catholic Christian Outreach 简称CCO 是一个智力在加拿大大学校园里面 向年轻人传阳福音的评讯图团体 圣方制各三物略是CCO的主保圣人 2018年是CCO成立30周年 能够将圣人的圣读带来加拿大 对他们的团体意义重大 它开始开始为了 让聖方制各的右手 由罗马运送到加拿大并不简单 CCO选择了一位年轻人 负责全程护送圣读 他就是Daz 它是真正的负责 第一次是当中的负责 这是一个非常负责 这是一位大量的负责 这是一位大量的负责 这是一个大量的负责 这是一位大量的负责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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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为了立行护送圣方制各的圣读任務 Daz し要休学一个学期 但與聖毒巡迴之女帶給她的因寵相比 她覺得自己付出的時間根本數不上是會��異 聖方濟覺傳教的熱神深深啟發了她 Altez Francis of the Greatest inspiration of St Francis is that he was willing to go wherever and do whatever Xian in the CCO we pray the Apostle's Prayer And in that prayer is says I will go where ever you want me to go I will do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do I will say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say And I think St. Francis really lived that 事實上,CCO之所以以聖方制閣沙蜜略作為他們的主保聖人 是因為他們本身正正就是現代的傳教士 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令年輕人認識和走近耶穌 CCO今日已經是一個擁有超過100名傳教士的組織 在加拿大遍佈不同省份的16間大學都有他們的蹤影 但是30年前創辦CCO的就只有Andre和Angelle兩個人 當我們開始CCO 我們沒有所謂的職員和職員 我們有所謂的職員和職員和職員和職員的組織 我們想要發展一個動作 在每個大堂的環節都會發展到各個大堂的環節 在加拿大道上 我們的方法和方法都會發展到各個世界的方法 而這就是我們一直以為神的願望 不僅是在學校 也就是在全國 和世界上 而這就是信心的大改革 要全職做全教的工作 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尋求足夠收入 以應付生活上的需要 CCO所有全職全教士 都需要籌集自己的生活費 邀請身邊的人支持全教工作 令CCO的全教士 不僅是局限在大學校園裡傳揚福音 也都喚醒周遭的天主教徒 一起加入福傳的行列 如果我提供學生 可以做30-40千元 所有人都會放在手上 我會想嘗試 這樣會有趣 但如果我告訴你 你必須要去聖法蘭斯和 Assisi 甚至早期的寧寧 你必須要求自己的錢 他們會去找祂的願意 神的願意 他們不會輕鬆的 攝製隊隨意找了在場的 CCO全教士聊天 發現他們都非常認真回應 天主的召叫 擔任全職全教士 第二年的Julius 就是其中一位 我 我其實是過了 去職業成本 我只是想要 alta妥 我只想要去做什麼 關鍵的與職業成本 我主義成本 以及前授所 社團艦 所以我認為我會在》 帶來的那種彼此 彼此事 但你會找到其他地方 我只要答應 讓你繼續咬 我的職業成本 每天會 而且我愛他 我在手dag中 crappy feels that there's no day of the week that I'm like, oh I have to go to work today. I really enjoy the work that I do. It gives me a lot of life. And so when they discern it, and then they sign, and they're signing with ... you know they're shaking a pin. Here I am, Lord. And they offer themselves. We're not just asking for their money, we're asking for their prayer and their intercession and their support. 所以他们通过祈祷 我认为支援提供的祝福是一样的祝福 只要有那种信心和全力的支持 只要靠着祈祷 全力 甚至金融 我们只要在祂愿意 如果我们参加祂愿意 祂会帮助 要全心信靠天主提供生活上一切所需 其实是相当大的挑战 Angele 由创办CCO开始 已经全身投入福传工作30年 但在去年夏天 她的信德受到极大考验 这夏天 我的弟弟和太太 和第二个弟弟 都与CCO参加职业 我们在 Providence 居住30年 当神在这三个生命中 我们看到祂在参加职业 我必须跟神在一起 我认为有不足够的信心 我们已经向所有人 都要支援我们的金融 没有任何人 所以我认为那些真正的战斗 所以我认为那些真正的战斗 于是Angele 一家人 一起做了33天的祈祷敬礼 藉着圣母将自己奉献给主耶稣 在过程当中 圣母给了他们一家人一个信息 圣母邀请Angele 一家 相信她会像在加勒婚宴一样 留意着那对新人的需要 在冒酒的时候向耶稣转求 提供婚礼所需要的酒 这是一个真正的信息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三个生命中 在我三个生命中的支援 所有三个生命中 都在两个生命中 这三个生命中 在我们的家里 在我们的家里 是 祂真的帮助了 我们的女士是一个大部分 为CCO工作的年轻传教士满腔热成 一心要帮助年轻人 和耶稣基督相遇 他们的努力和牺牲 换取到什么成果 我们在看了训练 人们从教会逃避了 人们从教会回来 有很多人 在每天的训练 有三至四个训练 在各地的训练 在各地的训练 这些训练是一般的现实 CCO这个团体 能够在Andre和Andrelle 没有什么支援之下 由两个人开始 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证明基督徒只要对天主有信心 即使自觉能力不足 只要克服恐惧 就能够带领人认识 和走近耶稣基督 事情加油 每个快闷ception 以为改革的 По 正是二的 最大的挑战 就是 只要是 在我们分敦中 designed 要求他们 组和人中 他们与他们 每个人一 terre 全部都是身边 真的 每个人都印记 duties 每个人眼里 保持我們靜靜 但如果我們在社會上不同價值觀的衝擊 特別是天主教會在不小議題上 例如同性婚姻、協助自殺等等 都跟西方社會的主流立場完全相反 要在21世紀傳揚基督的福音的確不容易 但只要基督徒不怕宣講 大眾就有機會接受福音 值得一提的是 是CCO的全職傳教士當中 亦有華裔的年輕人 他們都勇於把握宣講福音的機會 我們中國文化文化文化 並非共有信心 但CCO讓我擁有一個方法 讓我分享給我的學員 學員 工作在CCO的工作 在我的愛上神 我愛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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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多人都不知耶稣的基督 所以我们有很多仇道地 从圣方制各三物略身上 我们看到一个本来对耶稣基督 没有什么兴趣的大学生 生命竟然出现180度的转变 成为一位愿意为传阳福音 赴汤道火的热血传教士 传教士这个名词 在不少人心目中 只是指那些长途不舍 去到陌生地方传阳福音的人 但其实由领洗歌一刻开始 基督徒就有责任去传播福音 要和人分享天主的爱 未必需要漂洋过海 只要我们愿意 借着圣神的带领 就像CCO的成员一样 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 圣任福传的任务 都配得起传教士的身份 要好好迎接圣诞 最需要准备的其实是我们的心 为了远离世俗的凡宵 很多人会冲爱散心 但有人竟然选择 长年在山洞里引收 圣诞节庆祝耶稣已鹰而无恙 第一次降临世界 那他第二次在来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流动圣诞学堂 带大家去到土耳其 看看以前引收事的生活 也带大家去到希腊的东正教引收院 看看描述公审判 也就是耶稣第二次来临的一幅壁画 看完这一集的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都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以及订阅podcast 要购买天主教书籍 和信仰灵收礼物 请来到我们位于Markham的 生命恩全资源及媒体中心 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